近两周时间关于拜登刺激方案不及预期的新闻报道开始出现 事实真的如此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前解析 今天是2月9号星期二 上周是澳股近年表现最好的一周之一 这样的行情当中金融板块功不可没 现价的银行股可能已经不再便宜 所以对于关注金融板块的朋友来说 不妨考虑与研究一下VOK 从上周开始这只股票结束盘整时期 走出跳涨的行情 对于VOK来说上方的阻力是在3.2左右 而在下方2.7的区域会是最近的支撑价格所在 那理矿PLS在一路调整至0.9左右之后 出现大量买家 现在已经重新来到1块左右 无论是清洁能源还是新能源汽车 理姑涅等矿产的风口没有结束的观点维持不变 那同样观点不变的还有稀土LIC 结束短暂调整之后 LIC将对之前的股价高点发起再次的冲击 再有就是支付晚派最近火热 大哥APP与DEEP涨势难停 对于昨日领长全市的VEP而言 10块5这个之前的高位会是图形之上的阻力位置 那A股方面资金扎堆龙头的现象非常的显著 A50指数已经再次回到1万9的上方 但大盘只是在3500点左右 减少各股方面的操作 增多对于指数的关注不失为最近可考虑的策略之一 美股方面中概股表现继续出散 Bilibili与拼多多身处历史高位 百度进逼之前的股价新高 而未来汽车尝试再次站上60的关口 两周之前所推荐的优步 隔夜已经到达60的目标战盒 那货币方面近两周时间 关于拜登刺激方案不及预期的新闻报道开始出现 成为干脑市场的噪音 此时不妨在夜深冷静之时扪心自问 如果刺激不及预期的事实属实 那为什么美股会依旧向上 又为什么美元的走强会如此的活泼妈妈 那贵金属方面市场纷纷扰扰 看好黄金与白银的观点依旧不变 至今我并未听到任何可以成立的看通观点 再者就是近期白银已经不止一次 表现出比黄金的强势 因此如果两者上涨 那具有更多供业属性的白银 可能会比黄金具有更高的上涨空间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对于知识跟论口我们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与转发 我是哥马克思 大家的我们下期节目见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我们下期节目见